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神里那两道愤怒的目光几乎能吃人 叫人不寒而栗 望着他抖着手递到我面前的婚检报告 我小心地缩了缩脖子 默默打了个寒颤 同时抬眼看了看身边的张铁 用眼神示意他此刻应该站出来解释些什么 但张铁只是漫不经情地打了个哈欠 抱怨了一句 妈 大早上干嘛呢 俊姬拉着拖鞋去一室洗刷了 被张铁抛下的我无奈只能硬着头皮 去面对未来婆婆的责难 我接过报告书 把她拉到客厅里让她坐下 开始解释说 阿姨 不是您说领证前要做婚前检查吗 当时检查时我毕竟留几个月 跟医生提了一嘴 医生就建议我做个B超筛查 结果检查出来我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但是阿姨你放心 医生说了 这个病就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 吃中药就能调理 不算什么大病 你不要担心 我生怕婆婆过分担心我的病症 说话间却倒了杯新鲜的果汁给婆婆 希望她不要将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谁知婆婆白了眼我手里的果汁 根本就不接 不算什么大病 陈君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多囊卵巢 可能会造成排卵障碍 而知女性不孕 医生给的建议定期复查积极治疗 陈君 这是小病吗 你是要命的病 不检查我还不知道 你竟然还有过必经的经历 多亏做了婚前检查 不然你俩结婚后生不出来孩子 我找谁家申冤去 婆婆的冷言冷语 让我心里一阵难过 感情婆婆看到报告单 担心的不是我的病情 而是我患多囊卵巢综合症会引起不孕 耽误她抱孙子 阿姨 眼下婚期都定了 那你说怎么办吧 见婆婆与前几天商量婚期时 态度上180度的大反转 我也不由的生气 碰的一声将果汁放在桌上 温温的坐着 你们试婚吧 反正现在你和张帖已经同居了 给你们半年的时间 能怀孕你们就领证结婚 不能怀孕的话 结婚不结也罢 婆婆全程冷着张脸 姨父谁欠了她百大万字的模样 扔下这句话 转头就走了 婆婆走后 张帖才舔着脸 从洗刷间走出来 姨父有些讨好 又有些贱的表情抱着我 让我不要生气 张帖 刚才你为什么躲起来 还有你妈 为什么有咱们家的钥匙 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脸崩得紧紧的 咬牙切齿 恨着张帖刚才的鸵鸟行为 患多囊卵巢都不是我 我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跟我妈解释得轻 再说了 我又没嫌弃你 只不过我妈着急想抱孙子 怕你不能怀孕 她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至于要是 咱都要结婚了 我妈也是想过来 帮咱打扫一下卫生 你别多想了 见张帖如此说 我也只能无奈地皮皮嘴 这事也就作罢了 那天我想着 不就是备孕吗 瞧不起谁呢 等我肚子大了 准婆婆就等着 被啪啪打脸吧 于是我打开橱柜 扔了张帖准备的 所有的小雨伞 与她开始过了 没羞没丧的造人生活 但四个月过去了 我的肚子竟然没有 任何的动静 一开始还自信满满的 我突然就蔫了 我开始变得沉默 就连看张帖时 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惆怅 那段时间 婆婆会熬些补汤 给我和张帖喝 但每次她离开时 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 瞄向我的肚子 目光由最开始的期待 慢慢变得平静 最后是失望 直到最后再也不来了 渐渐地我开始动摇 觉得婆婆说得没错 我可能真的是个 不能生育的女人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我一下子慌了神 说实话 我还是很在意张帖的 她虽然有些妈宝男 但她对我也很关心 所以我们才能顺利地在一起 并开始谈婚论嫁 可面对即将成为我丈夫的张帖 不能给她生孩子这件事 犹如一颗大石头悬在我的心上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不知道是婆婆那些补汤起了作用 还是我足够幸运 在与婆婆约定的最后一个月 我成功受孕了 晨起望着燕云棒上鲜红的两条杠 我一路狂奔冲进卧室高喊 张帖 领证去啊 婚礼办得很顺利 婚后婆婆的脸也笑成了一朵花 每日三婚一宿的营养餐安排着 还开始拉着我各个商场逛 着急地采购 还有七个多月 才能出生的宝宝的各种用品 婆婆的那种器重 我虽然知道 她都是为了肚子里的小家伙 才会有的反应 毕竟想想婚前的婆婆 得知我有多囊时的脸色就知道了 可被人关注和照顾的感觉 真的是挺好的 好的 当我经历后来发生的一切时 完完整整地看清了人性的真面目 那天我在家里正处理一份晚安工作 手头的笔记本 突然被人一把夺过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惊讶气氛之余 看到婆婆的脸色比我还难看百倍 我不由得耐下性子问她怎么了 怎么了 陈军 我可真没想到 为了嫁到我家来 你真是什么都敢干啊 我是说你怀孕了才能嫁给张铁 但我没说你能随便找个男人 怀个野种就能嫁到我家来 陈军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这是骗婚啊 婆婆的脸气得像个紫茄子 左手插腰 右手伸出食指戳着我的脸破口大骂 我被骂懵了 一时间完全不明白 婆婆是哪儿得来的这种言论 但接下来 婆婆就把一份医院的诊断证明 甩到了我的脸上 半个月前 我与张铁去师父保院生殖科做了检查 当时除了对多脑卵肠综合症做了复查外 我还检测了子宫复健 以及性激素 那时医生得知我们长期要不上孩子 便建议男方做个精子质量与活力的检查 最好同时拆下染色体 为了早日要上孩子 我和张铁便遵医嘱将这几项都做了 因为染色体的检查结果 大概是15天左右才能出 我们便寻思着等出结果时 一起去拿结果 再找医生看 可谁知回去等结果没几天 我就查出怀孕了 接下来就是两家人忙着开心 忙着张罗婚礼的事宜 那个检查报告的事 早就被我甩到了脑后 毕竟求人得人 我还要那报告单做什么 可没想到这事儿婆婆一直惦念着 我打开了婆婆扔过来的那份报告单 只见在老公张铁的那张单子上写的是 左侧右侧可见膏丸 取戏金管大小不等 其中取戏金管有少量金子 取戏金管外周肌膜未减增后 兼致充血水肿 并有少量炎细胞反应 诊断结果为 膏丸少金正 一刹那我天旋地转 我急忙朝婆婆解释 可是越慌我越解释不清 虽然我心里门清 我知道我怀的孩子就是老公张铁的 可嘴上的话却是越说越笨拙 笨拙到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说下去 笨拙到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而婆婆就站在我面前冷笑着看着我 一副我就看你装 看你能装到几时的嘲弄表情 我突然就无力了 无力解释 无力辩驳 无力自证清白 那天过后一切都变了 婆婆会在做饭时 突然就把盘子碗摔到地上 然后声调极高开始指脏骂怀 说家里出了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说她儿子张铁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取到了水晶羊花 不择手段的女人当老婆 还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 脏了她家的门楣 后来 名我小四岁的小姑子小丽 更是不留任何情面 只要我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她就满眼不屑地催我 呸了一口又一口 见我想躲 更是阴阳怪气地跟在我屁股后面 一口一句太骚了 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 不配出现在她家 趁早流产算了 她还说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活来干什么 如果是她干出这种畜生事来 早就找个绳子 自己挂到树上去了 那段时间 我真的是生不如死 怀孕结婚时 我脸上笑得有多开心多放肆 那一刻我承受的痛苦流出的眼泪 就有多难过 之所以面对婆婆和小姑的各种侮辱 我强称着没有离开婆家 回到自己的娘家 是因为我对张铁还怀有一丝期盼 期盼着张铁与我多年走来 了解我的为人和秉性 知道我不是婆婆小姑眼里的骚女人 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和张铁的 可是我真的太高估自己 在张铁心中的地位了 但我把自己的委屈告诉张铁 张铁却一个耳光扇过来 将我打分在地 说 孩子是哪个野男人的 那一刻 张铁的脸上温柔不在 绝而代之的是一张陌生冷漠到极致 充满愤怒与鄙夷的脸 那一刻我终于死心了 张铁 做亲子鉴定吧 等肚子里的孩子到了可以做鉴定的月份 我会通知你一起去的 要下这句话时 我收拾了东西离开 当我走到门口时 小丽一手捏着鼻子 另一只手拿了一瓶香水 就跟在我屁股后面不停地喷 有些女人呀 又脏又臭浑身骚起 再无喷点香水去去味 这家就没法住人了 我没有回娘家 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 每天过着简单的生活 吃饭睡觉按时产检 怀孕四个半月时 我去了当地一家司法鉴定所 打了张铁的电话 让他一同来做 羊水穿刺的亲子鉴定 再见到张铁时 他的脸依旧是冷漠的 只是冷漠中带着一份狐疑 那感觉可能是在猜想 我是不是疯了 竟然还真的要到鉴定机构 来做鉴定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交钱时 工作人员询问我们 要做隐私类鉴定 还是司法鉴定 张铁不屑一顾地说 要做隐私类鉴定 我打断张铁的话 直接拿起一旁的 鉴定申请表 在司法鉴定那一栏上 打上钩号 当我躺在病床上 鉴定人拿起穿刺针说 要抽取两毫升的 羊水做样本时 我的肚皮不自觉地 变得很硬 整个人也紧张起来 想起过往的委屈 想起张铁的冷漠绝情 泪水不由地滚落 做鉴定的是个小姑娘 见我这样 她便耐心坐下 询问我的事情缘由 我嚎啕大哭过后 告诉了她一切 然后这个小姑娘 抱着我的肩膀安慰我 让我坚强起来 面对一切 哭完之后 我的情绪缓和了很多 小姑娘摸摸我的肚子 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 然后她利落地取下针 完成了羊水抽取 五天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老公张铁来了 婆婆和小姑子 也跟着一起来了 当那副标注着 符合遗传规律 侵权概率 大于99.99%的 亲子鉴定结果 出现在他们三人面前时 对面的三人 鸭雀无声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婆婆 婆婆一个肩步冲过来 拉着我的手 钻得紧紧的 脊背也不自觉地 压低了几分 眼里闪着光 热情地看着我 君儿啊 我的亲闺女啊 让你受委屈了 小丽 赶紧过来 给你嫂子道歉 你这个爱牵刀的死丫头 口无真狼不知好歹 今天你要不给嫂子道歉 把嫂子哄好 你就再也别回我家 张铁 快抱抱军军啊 咱孩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婆婆的嘴脸 变得比翻书都快 快到我都不知道 该用何种心情 去转换自己的面部表情 来迎合她的欣喜和激动 一旁的张铁 仍然是呆呆正正的 当然 我也亲眼目睹了 她精彩的表情过山车 从最开始的冷漠无所谓 到震惊 到欣喜和激动 激动到连看了好几遍鉴定结果 咽了好几次口水 嘴唇抽动了好几下 却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知道 老公张铁 作为一个少精症患者 可能这辈子都难有自己的孩子 我也知道 我一个多脑卵巢综合症患者 还能怀上一个少精症患者的孩子 也算是个奇幻历程了 可那些日子 婆婆小姑子 还有老公对我的怀疑 侮辱和伤害 我永远忘不了 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抽出婆婆紧握的双手 一手将鉴定结果拿回 塞进自己包里 然后从包里抽出 离婚协议书交给张铁 张铁 现在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 我们离婚吧 张铁张大了嘴巴 错愕地看着我 陈君 你大费周章地做这些 难道是为了离婚吗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跟我回家 我会好好对你和孩子的 婆婆见我不为所动 赶紧补充道 是啊 君君 都是一场误会 到底咱还是一家人 这日子可还得过呀 你不能因为误会 就让张铁绝后呀 婆婆说完就抹起了眼泪 甚至腿一软 哭诉着她拉扯张铁不容易 她也是不懂科学 以为少经症 就是不孕不遇 才误会了我 小姑子更是过来 拿起我的手 朝她的脸上打 边打边说 嫂子 你打烂我这张臭嘴巴 我错了 我不该欺负你嫂子 你原谅我和咱妈 跟我哥回家好吗 求你了嫂子 看着这一家三口的表演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张铁 我们的感情 在你扇了我一耳光的时候 就已经破裂了 我们只能离婚 你签完离婚协议书 咱们就去把离婚证领了 如果你不同意离婚 我就去起诉 当时我在你家里 婆婆对我的指纱骂怀 小姑子对我的种种侮辱 还有你打我事 我都有录音录像 你不同意的话 我可以起诉你 毕竟我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选择的是司法鉴定 这份报告是有法律效益的 另外 我想你也不愿意 把你的身体情况 还有你家里人对待 媳妇的态度 闹得人尽皆知吧 你放心 孩子我会生下来 把他养大 但你和你的家人 与我和我的孩子 再无瓜葛 说完这些 长期堵在胸口的那口闷气 突然就消失了 一刹那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变得神采飞扬 转身大踏步地离开了 鱼没有水会死 水没有鱼 却会更清澈 所谓的人生就是听不完的谎言 看不透的人心 以及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婚前婆婆对我的冷脸考验没有交信我 但婚后一家人对我的冷漠绝情 若是再让我学不会举舍 我不就是大傻子吗 一夜落 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当一个人勇敢地放弃错误的选择时 那就意味着他长大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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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